我們知道我們排尿 有兩個機制 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 不是啦 那當然就整個是對的 對啊 然後坐下來 我們膀胱要縮縮 我們膀胱是有 很多的這些平滑肌造成的 就是這樣 它跟那個彈簧一樣 它跟彈簧一樣 它是有一個彈性的 所以你必須 我們排尿的時候 必須膀胱 你必須要縮縮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就是我們的擴躍肌 必須要放鬆 所以它是把它擠出去的概念 對 它擠出去 然後擴躍肌要放鬆 這樣小便才能排空 但是有些人 譬如說糖尿病的人 久了之後神經病變 造成膀胱沒力 還有我們今天談的主題 憋尿 憋久了之後撐太久 會造成彈性疲乏 這就像吹氣球 一直吹一個大氣球 你沒有再讓它收回來 你下次就是這樣的大氣球 它已經鬆掉了 對 鬆掉了 已經彈性疲乏了 小便就沒辦法排空 對不對 所以這個動作 這兩個動作 協調性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擴躍肌 這個外擴躍肌 是很重要的 我們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正常講 不會露鳥 不會那個小便露出來 因為有這個外擴躍肌在縮縮 它是在控制這個小便 讓它不要外露 所以這個動作 這個外擴躍肌是很重要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講到貧尿的時候 就是蔓越莓 我想大家最常常 因為蔓越莓裡面 有很豐富的圓花青素 它的主要功效 它是可以讓一些細菌 沒有辦法沾附在我們的泌尿道上面 它就像他們就說 讓這些細菌穿溜冰鞋 就溜走了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附著 它就不會引起感染 但是除了這個蔓越莓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一些的營養素 可以跟大家分享 事實上都是有幫助的 第一個介紹是微量元素C 那其實這個東西 微量元素C 是因為參與我們身體很多 清除自由基的一個 酵素的角色 那所以當它有足量的時候 會幫助我們的 剛才醫師講的 讓我們的那個膀胱肌 跟擴躍肌的功能 會維持的比較好一點 不至於老化的太快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那是大豆液黃銅 那這個大豆液黃銅 就是也是屬於植化素的一種 在一些的黃豆製品裡頭 那我們也看得到 它有扮演相同的角色 那第三個呢 這算是益生菌 其實剛才我們復科的醫師 也有跟我們講 其實因為我們的女性 特別是針對女性 我們的尿道 陰道跟肛門太近了 非常近 所以常常會因為 我們的腸道菌 事實上如果是壞菌太多 你反而會往上就會引起感染 了解 所以如果我能夠 腸道的菌相是好的 其實也相對的就減少了感染 那我要特別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講二跟三 是因為更年期的婦女 你的磁激素就少了 磁激素越來越少 我們的陰道泌尿道 都會越來越乾燥 越乾燥就越容易感染 所以這兩個就是同時 對更年期婦女來講 就很有益處的 大家都用從進來 他用磁物性的磁激素來取代 讓你的陰道不至於那麼的 早就乾 就是乾燥不容易 就很容易感染 那這個就是幫你做預防的動作 那至於第四個 薑黃素是做抗發炎的動作 假設你已經有感染 因為我們知道 目前我們截至很多的 paper 出來告訴我們 可以抗發炎的 大概很有效的 就是薑黃素跟 omega 3脂肪酸 這兩個大概在抗發炎上面 扮演都還蠻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常常發炎的人 其實無妨 在食物裡面 可以多補充這一類的營養素 那第五個 就是我剛才講到的 我們常在推薦的 所謂的蔓越莓 其實不是只有蔓越莓有 只要是紫色 藍紫色 紫紅色 深紅色的食材 這個所謂的原花青素 葡萄藍莓 香腎 香腎 對 含量就都很高 所以也不是只有局限它 其實這其他的食物都有 那我們就鼓勵大家 平常多攝取這些 那你就可以避免感染 那第六個 我要介紹維他命C 因為維他命C主要是 主要的在我們身體裡面的功能是 細胞跟細胞之間的間解 它會做強化的動作 所以當你維生素C 含量夠的時候 你的細胞間解夠強壯 事實上細菌就不容易入侵 那另外一個角色是維他命C 如果攝取足量的話 事實上我們的尿液 會比較偏酸性 那一般來講在容易感染的患者身上 他的尿液都是偏減 那個PH值都會偏高 所以假設你的尿液可以讓他偏酸 細菌就比較不會容易生存 那你今天是不是有帶來一道經歷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季節 正好是我們臺灣上升盛產的季節 上升季節真的很短 大概只有從四月初到五月初吧 一個月左右 然後季節很短 可是問題上升是非常非常好的水果 你看我覺得我們剛才介紹的 所謂的圓化青素在預防泌尿道感染這一塊 它維他命C含量也很好 所以季節很短 但是鼓勵這個時候 大家多多的採用我們當地的 當令的食材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個 桑胜精力湯 哇 大家看這桑胜市 舒惠老師昨天買的是不是 對 昨天買的 昨天早上買的 現在你看這麼飽滿這麼大耶 選桑胜一定挑 今年的桑胜特別好吃 對 特別的大 因為今年的春天的雨水比較少 所以今年你看上次的每一個都好飽滿 所以選的時候就是一定要 選大顆一點的 然後你要看那個地 如果它的地前面還是翠綠的 那其實就是新鮮 如果它的地都已經掉光了 大概就是已經有白一陣子了 那就沒那麼新鮮 當然顏色一定是越黑 越好 對 記得它真的不容易擺 很容易就壞掉 所以買回來 如果你真的想要長時間儲存 我會建議 冷凍 你就是你的份量 一個包裝 一個包裝 就直接冷凍 洗乾淨 洗好了 然後冷凍 下次要用的話就不用再洗了 直接這樣子進去 進你的調理機裡頭 或是進你的一般的烹調方式 都可以 不是 我的精力湯裡頭 我一定要先把芽菜放底下 為什麼芽菜要放最底下呢 因為它太輕了 這樣才打得到 對 要不然它就打不到了 對 所以我芽菜 我一定要放在最下面 紫高麗菜 紫高麗菜 其實你會發覺 我今天的精力湯的內容都是 紫色 紅色 我加了一些甜椒 我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我很喜歡甜椒的味道 所以我放了它 如果有人不喜歡甜椒的 也可以換其他的蔬菜 對 接下來蘋果 葡萄 對 葡萄也是紫色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豬腳 上剩 然後我加一點水 濃度依照個人的喜好 自己來調整 一般來講我都會建議 就是你的食材放進去 大概你的5到7分的高度 依照你自己個人喜歡的濃度 來調整就可以 那像這一杯精力湯的話 除了可以保護我們的下水道之外 還有哪些好處 我們的眼睛 還有我們的血管內容 事實上是它跟黏膜有關係的 事實上都有幫助 大概一分鐘 這個顏色讓我想到甜菜根 所以甜菜根也可以嗎 也可以 那提醒大家 因為甜菜根有點辛辣 所以你要放甜菜根 量不要多 OK 這一杯 其實光是味道 好香喔 很不酸 校成你有喝過 這麼健康的東西嗎 沒有 我不覺得要喝它 好香喔 真的很香喔 對 而且這個味道還滿甜的 對 我剛才一直在看的時候 沒有放糖為什麼會這麼甜 沒有 我要說實話 是因為我的傷身 因為我沒有冷凍 所以我昨天有 薄薄的灑了一些糖 要不然我沒有辦法撐到今天 對 那所以一般來講 你要不就冷凍 要不然你就是灑了糖做醃漬 那有一些人 他會就直接把它打成果汁 可是打成果汁 它的保存新鮮也是不常 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實是冷凍 新鮮冷凍是最好的 好 所以這個就讓大家 在家裡頭可以來保護自己 跟全家人的健康 生活當中其實有很多好的食物 可以來幫大家保護自己的泌尿道 那麼男女泌尿道 不太一樣喔 我先問一個問題 因為經濟師告訴我說 上廁所的知識跟泌尿道會不會感染 居然有關係啊 是 其實剛剛我們來賓有講到說 這個我們上廁所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脫衣服 其實不是 上廁所在醫學上第一個最重要的動作就是 我們的骨盆提缸肌放鬆 這個經驗大家都有 假如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後面有站著一個人 你可能就尿不出來 那為什麼說得很緊 可是當人家一離開之後 你那個骨盆放鬆那個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對提缸肌放鬆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說我們變成說 提缸肌的鬆緊放鬆 對我們小便方面非常的重要 那為什麼跟姿勢有關 那這個姿勢就是變成說 在我們站立的時候 其實來講 男生在站立小便的時候也是一樣 放鬆 他就尿自動會出來 女生也是一樣提缸肌放鬆 他的這個膀胱自動就會收縮 尿就會出來 可是像我們的上廁所的時候 像比如坐在馬桶上可以的 可是你屁股懸空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馬桶很髒 坐不下去 屁股懸空的時候 那種動作提缸肌是沒有辦法放鬆的 這時候就造成說小便就會不順 所以坐在馬桶上 或者是蹲著上廁所都可以 對 坐著蹲著站著放鬆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是怕這個馬桶很髒 其實我知道有一些媽媽會這樣 他有點像半蹲 對 半蹲 就是臀部不去 對 臀部不去沾到那個髒髒的馬桶 你說這樣子就很危險 對 那個時候的提缸肌是沒有辦法放鬆的 所以就造成他小便不順 久而久之他會小便腳不乾淨 就常常會徬徨發炎 道理就是這樣子 好 那密尿系統感染當然是要找醫師 所以你們通常會怎麼樣治療 在這個婦女的密尿道感染方面 因為他是 大家都知道 女生的尿道跟陰道是靠得比較近 所以假如針對一些密尿系統 感染的話 我們最怕的就是一直反覆性的感染 他們這時候我們會再加上一些 女生 婦女婦產科方面治療 譬如說在陰道塞肌方面的使用 但是我們現在在臨床上發現 還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一個理論就是說 他其實來講會反覆的感染 他是因為他小便腳不乾淨 所以我們會加重他那個骨盆底部肌肉 就是提缸肌的放鬆的一些骨骼肌送食劑 讓小便姐順了以後 這個細菌不容易在膀胱裡面 就容易治療好這個膀胱發炎 也可以減少他再發的一個比例 這也是為什麼婦科也可以幫忙的主要原因 不過在網路上其實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像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在網路上查到一個資料 這資料講說這個木棉花湯 他可以治尿道炎 他的一個說法有沒有 他講說因為這個 我們常常會在一些那個 路上走的時候 我們看很多的木棉花湯 對不對 飄下來好像雪花一樣 對 很漂亮 對 很漂亮之後 然後他講說這個把它剪一剪 拿來曬乾之後 然後就可以把它拿來這樣子 就是煮一煮之後 可以治尿道炎 不過這個還真的還假的 曬乾 然後拿來煮湯 對 這個會有根據嗎 木棉花是真的還蠻漂亮的 很火紅對不對 一朵疊掉下來還會打到人 木棉花 那你那個是不是二十朵 對不對 那網路上是不是要二十朵 對不對 至少要二十朵 而且一吃就好對不對 對 其實根本是無稽之攤的 因為我當時聽到這個木棉花 我覺得嚇到 我想說我醫學院大概是念假的 事實上木棉花第一個是他對中暑 比方說你中暑暑熱的話 木棉花對解暑熱 然後對於一個尿道的話 對的確他是有尿道的感覺 但是他是如果是你中暑且拉肚子 腹瀉不止 他是用在止瀉 順便在尿道的消炎 所以他對尿道的治療效果 可是有百分之一吧 所以他基本上 對 如果這個乾脆吃中藥或西藥 會比較快一點 根本不用上木棉花湯 而且二十朵喝下去大概是 整個肚子應該拉肚子拉到四 所以先不要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就中醫的觀點來看的話 有哪一些是可以運用的 事實上我們在中醫會把它分類 因為尿道鹽不是只有在一個 所謂的西醫的抗生素 比方說一個小少女她憋尿發炎 我們一定是用一個消炎解熱的方法 比方像綠豆水或玉米虛汗 車前草普攻因 我們去用各五克去泡水 然後讓他服用 就是要一起加在一起 綠豆玉米虛車前普攻 你可以三選二四選三都可以 他就是一個解熱消炎用的利尿 你讓他一天來說流很大 可以讓他的一個尿道 減除急性的發炎狀況 可是更年期媽媽 你怎麼可以再讓他一直尿一直尿 他就已經沒有尿了 也沒有汗了 所以更年期間要用滋陰還有潤燥 因為他太乾燥了 所以我們杏仁豆腐秋葵 豆漿還有珊瑚草 甚至是剛才淑慧老師的 桑腎本身對於一個滋肝補腎 對於強壯這個女性荷爾蒙 是有幫助 甚至要吐獅子 可是男生是 像那個孝晨哥這種 男性是 他已經是腎氣虛弱 他就是 怎麼辦 唱成歌 沒有 我們有雞皮湯 就是他的膀胱頸道 攝護腺跟闊躍肌 都整組鬆垮垮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用一個強壯補腎 因為我們男生來說 我們是說 闊躍肌 膀胱頸 還有就是攝護腺的時候 我們去強壯他 我們是用桑腺 還是用到桑腺 還加鹿蓉皮和五味子 去強壯補肝腎 所以這三種 是在中醫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下面會介紹大家 兩種還不錯的果汁給大家看 周醫師呢 特別要教大家做杏仁豆腐 對 你這房間杏仁豆腐 就像是嬰兒油 沒有嬰兒一樣 杏仁豆腐是根本沒有豆腐 知道吧 你不知道嗎 杏仁豆腐 我知道說有的杏仁 都這個香料很重 所以你是堅持自己做就對了 假杏仁根 就是加吉利丁 或是洋菜粉 它根本不用經過豆腐 豆漿 它就變成一個 騙你說杏仁豆腐 那可是事實上 我們要為了尿到 或是媽媽的更年期來說 我們一定要用杏仁加豆漿 去黏合起來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杏仁 我用的是原杏仁 男性 原杏仁力 我把它打碎之後 我們把很簡單 就把杏仁跟豆漿 用小鍋子 小乾鍋 去把它煮沸之後 加上你所要的洋菜條 洋菜條就很簡單 500cc左右的一個豆漿 和杏仁粉 加上大概八分之一 你買起來都 反正市售都一定是一條的 八分之一的一個洋菜條 去把它煮沸之後 就關火 關火就冷卻 放在一個料理盒裡面 放冰箱 就變成你所謂的杏仁豆腐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在這樣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媽媽裡面的一個豆漿 和大堆魚黃銅 才像史惠老師說 還有 所以杏仁豆腐 沒有杏仁就被我打破了 就可以有豆腐 和豆漿的成分了 再介紹給大家 但是有些媽媽是 她說 你知道豆漿很硬 豆腐很硬 而且我都不吃豆會脹氣 我覺得媽媽問題很大 所以我們就是介紹大家一個 叫秋葵豆漿給大家 那你說秋葵豆漿是跟 史惠老師這樣打成經歷它嗎 倒也不是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秋葵 很簡單 你就把它切成小猩猩狀的 然後你把它放在一個冰水裡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黏成這樣 有沒有發現 真的耶 對 它很割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因為秋葵 放多久會這樣 只要是大概一個小時就有了 因為本身來說 我們要的是割的成分 它可以利尿 消炎 有沒有發現它是非常條狀的起來 好酷 這個我們取它的一個 秋葵的黏液和水之後 在這個叫秋葵水 直接加豆漿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已經把它濾過了 在這裡 對 加豆漿 我們就把它均勻攪拌就可以了 就把豆漿加進去就好了 對 如果說你沒有精力 你沒有調理機的話 就把它均勻攪拌就好 而不要用到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秋葵 我們還可以來炒飯吃 還滿節省的 因為有些秋葵打去 有些噁心 你知道嗎 你看我把它弄上來 它那個黏液還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很像是吃米漿 豆漿一樣 黏稠稠 而且大家喝起來 會不會覺得很噁心感 因為有些秋葵 它裡面有渣 大家不喜歡 所以像秋葵薑 其實對媽媽是非常好的一個料理 又簡單 邵辰哥 你怕不怕這種黏黏的東西 好的鼻涕 我滿怕的 再來我們就要讓她喝喝看 她是其實有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十七歲的小女生 十七歲 她為什麼 因為她媽媽教導她說 每次小便的時候不要太大聲 所以她就這樣說著 中醫師做的都是暗黑料理 我們還有一樣要嘗試 剛剛她有跟我說 妳可以敲敲看 很硬喔 果然很硬耶 非常好 謝謝... 料好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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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